布林姐 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你千万别害怕 我是个大人 我不会怕 请开始你的表演 其实我有超能力 这么厉害吗 你会上天入地还是点试成绩 哎 你说的这都太小儿科了 波长的能力可比这些高级多了 那你会什么能力 严林 简单来说就是烟出法随我说的话都会变是真的 哦 这么厉害 那你能把我变成百万富翁吗 哎呀 我还没说完呢 急什么 那你继续别 啊不不不 继续说 我的这个超能力只有在开学前几天才有效 空口无凭 我还说我是光之巨人 你不信吗 我跟你讲 开学前四天的时候 我准备写暑假作业 我说区区暑假作业就算还剩一天我也能写完 然后你的作业就自动完成了 不是 说完暑假就剩一天了 你确定不是玩了三天游戏才想起来暑假作业吗 当然不是 我的暑假作业早就规划好了 语文作业我找裤子复印一份 数学作业乱写公式凑字数 英语108个字母胡乱搭配 我只需要9个小时就能完成作业 原来如此 然后你就只用了9个小时完成了暑假作业吗 并没有 然后我的暑假时间就算9个小时了 那你就在9个小时内完成了作业 哦 对对对 甚至写完了还剩一个小时呢 既然作业写完了 那你就交给我吧 哈哈 玻璃姐 写书写完了但我不能交 写完了不交是为什么啊 因为我在快上学的时候看见了一条很凶的小狗 我好像猜到你要说什么了 当时还在开学前 我忘记我的超能力还有效了 就说这个狗会不会把我的作业吃掉啊 明白了 你的故事很精彩 高学教教教来一趟